小鬼,各位玩家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的野望,我是老郭 好啦,剛剛錄半天,結果沒錄起來了 當機,我已經混到了 更新了 這個... 富貴重啟了 記得趕快來領東西 戶櫃重啟了 然後這個趕快打一打 戶櫃賺五萬可以換十個鈴鐺 那上次回溯的獎勵或者是補償 去看一下官網 還有回溯時間 就是補償時間 再來這次有幾個修正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這裡 身上的道具籃 從九九變成九九九 然後有一些是可以疊了 它就是以前又站一個位置的 那現在把它可以疊了 那之後你可能要放一些東西在身上 或者是 你要這個 去菜雞 都會很方便 或是打一些迷宮的時候 你身上空間不夠用了 再來就是這裡 天下五季大會 這個 它開了第二個部分 就是地 地的部分 那至於怎麼打呢 有什麼王呢 我記得你用普通的先把它全開了 用普通的先把它全部過 普通的先把它過一過 然後之後跟這邊上面一樣 你要用怎樣的強度去打 你等你的加成啊 你的音節啊 慢慢起來之後 你再去打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在打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發現 這個王 它有什麼樣的特別條件 你要滿足這個條件 才可以比較好打過 那像 不用我說啦 很多比較難的 比如說得川啊 招倉家啊 或者是三好啊 伊達 真田啊 這些有的就是 它有一些特殊條件嘛 那 像這些新的剛開出來 剛開出來 可能 你要打難度高一點才會看到 基本上是要怎麼樣 你要知道會拳斗的那一隻 是哪一隻啊 不一定是王喔 有時候是 智將 繩子 你要注意一下 或是有幾個角色 它會有比較特別的 攻擊方式啊 比如說什麼 減殺啊 或者什麼的 或者是 勾玉啊 減傷勾玉啊 什麼的 你再去調整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阿果 這邊 可以存放輸了 可以輸了 然後這個輸變成共用 也就是說 你輸存進去之後啊 它是所有的角色 在層下丁存的話 所有的角色都可以共用 所以它輸的 輸的 這邊也標了 功用可能的啦 所以以後就是 不管你是哪一隻角色 打一打一就把它存進去 大家可以一起用 領出來用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看這裡 欸 腳快一點齁 多了三個角色啊 之前啦齁 我們在做軍神的時候 有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升金卡的時候 你要跑來這裡 領神巨 有時候跑到這邊 不要忘記我要領哪一隻齁 然後現在不用了齁 現在就在隔壁了啦齁 他就幫你放繩子進來了 這也是滿 這個是真的滿方便的啦齁 再來就倉庫啦齁 我是沒差 我有隨身倉啦齁 不過對於有些玩家來講 他就變成說 他不需要 跑了跑去啦齁 他就是 在裡面就可以完成工作了齁 就不用再走出去 再走進來 走進來 這很方便啦齁 這 這是官方的想法啦齁 我覺得很可以 OK啦齁 那當然他還有一些道具或是甚麼的 他還沒有做疊的部分齁 那 慢慢來啦 我覺得不要強求啦齁 不要強求慢慢來齁 就 每個人都有 跟官方反應的機會嘛 那就跟他講 那慢慢改啦齁 那再來 剛開啟的時候 有聽到一些 玩家在靠北齁齁 大概是這樣啦 就是好像官方有調難的啦齁 然後你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玩家很厲害嘛齁 都做出一些 超出這個 官方當年所預設的 預測的 上限啦 所以大家變得很強齁 然後鑽漏洞齁 那你漏洞 鑽得越厲害 越來越強 他就會想辦法去抵制你齁 想辦法去封住你 這樣子齁 那再來跟大家講一下 你剛回來的時候齁 除了富貴要領之外啊 狗狗要養齁 然後城下丁的那個任務 這邊齁 然後門口這邊這邊呢 有TD級齁 這也可以跟齁 那有些玩家也不知道齁 那如果你要進去 這個打這個 哈囉的齁 從這邊進去齁 哈囉的齁 然後再來就是 你每個 週間 要取的東西 要換的東西 齁 記得去換一換 不管是書 或道具也好 或是什麼鬼神 鬼神石啊 或是什麼 道理 什麼 一些 像這個啦齁 像這個OK啦 看一下齁 有一些道具就是週間啦 每個禮拜都會有的 不只是打箱子而已啊齁 就是週間可以換的東西啊齁 什麼書啦 或者是什麼 一些齁 奇奇怪怪的東西齁 一些道具啊齁 進化石啊 什麼的齁 每個禮拜可以換三個的 你就可以換一換 還打換一換 這樣子 那剛回來的話 還可以在這邊齁 就是到場裡還在這邊齁 他這個有到場二的任務齁 到場二的任務齁 到場二的任務 他有一個東西叫陣齁 就是說齁 你打第一次過的時候 會有一個陣 那陣的話 會有獎勵齁 或者說 給鑰匙啊 給石頭啊 神秘石啊 或者是給這個 寶玉啊 什麼的 蛤 一堆東西啊齁 來這裡師父 流派師父 這個 流派師父啊 有的人流派啊 不知道怎麼設在這邊設啦齁 不用在本城那邊找齁 那這邊有 測試的角色 然後補血補氣的 然後 我剛剛講的嘛 那個神職啊齁 那 有再也不用跑這邊了 有啦當然 這邊是很重要的啦齁 這邊還有一個賣東西的齁 這裡 賣東西的 好 賣東西 這個很重要啊 還是要在這邊齁 然後再來就是 降神祁禱師 好他剩下一定要 可是如果你這邊 你可以吞一些 在你的倉庫裡面 就不用在這邊跑了齁 然後再來這邊 炎或問以鬼神石 鬼神石 好 鬼神石 好 合成 鬼神石 然後 九九利 好 然後還有城戰 城戰也有新舊 新舊城戰 那如果說你這個城戰沒有開出這三個的話 你可能有一些對話沒跑完齁 你就掠過掠過掠過了齁 就把它掠過掠過 來 齁 這邊 齁就是三個 如果你還沒有開到武裝本人式的 那表示你可能是舊進度齁 你要來開一開 齁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 光秀嘛 然後黑馬 這就是要打 這每一隻去打都會掉陣啦齁 那掉陣之後你那個陣去開都會有獎名 譬如說神秘石啊 或者是 這個 一些 有的沒有的東西啦齁 那就大家去 捉摸捉摸啦 捉摸捉摸 看你需要用什麼 因為 你可能看到很多人很強齁齁 但是你要知道人家是投入了多少的時間跟金錢 齁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想要投入 那麼多的時間跟金錢 那就跟我一樣嘛 欸 慢慢強化慢慢打 齁 齁 就不要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啦齁 你可能要上班啊 你可能要工作啊 或者是你可能 要睡覺啊 齁 對 啊至於上次 那個 被回溯的補償齁齁 去看官網啊 看你的補償能下來啊齁 那 有 時間的補償齁齁 可是問題對很多人來講 那個時間補償是沒有屁用的啊 呵呵呵呵 好啊 記得去你的黑室齁 你的 你的 歐七 齁 四師那邊 照顧一下 開一下你的 倉庫 開一下你的倉庫 好 好那我剛剛有講到說那個 每週要換的東西齁 就是 在爬城這邊齁 他每週都會給齁 你每週打箱子 每週爬樓打箱子 然後打箱子 換的東西就在這邊換齁 那這個東西呢 叫做週間給 就是每一週他會歸零 齁 所以我這禮拜這邊換十個 好我下禮拜 禮拜三的時候他會歸零 我又可以再換十個 好就像在護法具 齁什麼的 或是是什麼 五光禮我看二十個 或是是什麼 好夢幻鈴鐺甲 如果你剛回來的夢幻鈴鐺甲 一定要換齁 這個一定要換 這就是要讓你的 低階音節 齁 早日破滿 那就可以拿靈力 好拿靈力 那會進化石這個 啊你一定要換齁 每個靈力都要換齁 好 攻擊杖 好 好 那為什麼要趕快把他破滿呢 破滿的話他就可以讓你 他就不會再生了啦 他就不會再破了 他就讓你換那個 換靈力齁 靈力就可以直接換 這個 靈力齁 就可以直接換你的 你要的東西齁 像每個禮拜我都換這個齁 一個禮拜換一次齁 那我會存很多靈力 然後BR的時候我要 信來的時候就會給了齁 那因為他現在有個Bug齁 很有趣的Bug齁 來看一下 登登 呵呵呵呵 他這應該顯示條啦 顯示條 他們 玩家說看左邊這條就對了啦 右邊這個都是 幻覺啦齁 幻覺 看左邊這個就對了啦齁 他這好像重疊了啦齁 OK 好 那沒關係齁 然後再來就是 英傑齁 英傑 你把它叫出來 不是英傑 加成 叫出來齁 那一天聽一個再講齁 就這樣子 叫出來 有裝備嘛 那以前我不是說看不到裝備嗎 其實是可以啦齁 可以啦 你把裝備這邊打開 其他 確認裝備 齁 投裝備 齁 就看到你的裝備的數值了啦 齁 就看你的裝備的數值了 齁 看你的裝備的數值了 齁 那如果說 給裝備的話是不能換的齁 他不能拿出來 你能給他 齁 就塞進去 那就看數據嘛齁 就可以知道說你哪個地方要再強化 欸不錯啊 這也是可能很好的地方齁 齁 不然我這樣看不出來齁 齁 可以啦 不行啦 可以了 好 齁 齁 反正就是 每個玩家的玩法不同啦 那你如果說 不去打如龍如神 你會很難過 那就找個人家帶你過 齁 對啊 我是自己能夠打多少就拍多少 齁 齁 那 慢慢成長慢慢過來齁 慢慢一步步過來 那我們就是目標定小一點 那你要打到哪一隻娃 然後你要累積到多少的能力齁 齁 那我目前看的話就是我先把 鬼神石齁 齁 能做的做一做 然後先把它塞到你的老司團裡面 就是有助於你 接下來再訓練新的 齁 新的角色 齁 因為我其實一直都在訓練 齁 其實我這些音節一直有在訓練 我一直有在更新啦齁 那我覺得目標是要更新到 你可以把它 訓練到 3千7吧 或接近 4千 齁 齁 我的想法啦齁 我目前的想法是 齁 接近到 可以 靠訓練齁 超過 3千5以上 齁 齁 靠訓練齁 就是不裝備齁 靠訓練超過3千5以上 齁 齁 或者甚至4千齁 齁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的衣服就不穿這一套了 我就要開始做一套 比較好的衣服 齁 比較好 他如果能夠超過4千以上 我可能就是 譬如說 如果3千8 齁 你自己要定一個目標齁齁 或者甚至你訓練可以訓練到4千 齁 如果你訓練到4千 齁 光靠訓練齁 訓練到4千 那當然你的加成老師團 應該很強啦齁 齁 那我目前還不行 因為我都還沒有滿啊 他基本上有兩個條件嘛 一個破滿 一個叫做 等級滿 齁 那我覺得 老的 英傑應該有機會啊 齁 所以我剛剛講的嘛 他那個 修煉的那個志向 你先不要管他啦齁 齁 你要什麼什麼數據啦齁 齁 就是先把 例如說 我先把我的英傑 然後 我的老師團 很努力 齁 譬如說我要 腕力的 齁 我就先把我的腕力的先排起來 然後我可能有破門的這幾個 先把他腕力塞一塞啊 像這個長陣 你看 齁 齁 他的攻擊 他的腕力攻擊力是2616 齁 然後如果說我今天給他塞到3千 但是你看他這個是 耐久力比例增加咧 也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用這個當老師的話 你的耐久力比例會增加啊 不是腕力啊齁 那當然我們會說 你就先把腕力有破滿的先給 對 沒錯齁 你就先 讓你腕力破滿的 有破滿的 你就可以先把做腕力的塞進來 要記得塞七框的齁 不然你再抽出來很麻煩齁 齁 像這個 這個沒破滿啊 這個沒破滿 就算他志向是 浴神技能志向是腕力上升 其實也沒屁用啊 除非他夠高啦 因為我基本上我還是偏向就是盡可能先給破滿啦 先給破滿這樣子 孫師啦 或者是長征啦 那沒破滿就...就鬼了啦 像這個我可能也會給腕力啦 給腕力跟血 腕力跟血嘛 有三千然後腕力 因為他在加算的時候啊 他是要加算你有沒有破滿 跟你的數據 所以變成說 他這個預程方向的話 這個其實只是說 他會產生怎麼樣的條件 設定 圖屬性上升量 比如說我今天設定的是四屬 然後他圖屬性會增加 我只是說如果有老師試到這一支 剛剛你要選四屬的時候 他就會有這個條件圖屬性增加的條件 如果你是我不是要這樣子啊 可能我這一支的話我可能是要玩力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或者是智力啊 所以有些玩家覺得說 後來我們在講的 利用這個預程方向去訓練出來的 可能沒有以前的高 因為以前我們沒有看預程方向 以前沒有這個東西啊 剛開始沒有那個預程方向 剛開始訓練那幾支可能有的 像我還在用的就 欸根本好像數據比之後訓練的更高 對啊那只是因為我們設 你訓練的方法可能有些不同 那當然就是會跳啦 好數據會跳 好數據會跳 那你就去嘗試看看啦 因為B級還是看連 那他們說這個三級的書 還沒出來啦 三級書還沒出來 那上籃的話我另外有 一個影片啊 有接上籃的東西 大概講一下 就 上籃的話 他 好像Bug喔 有問題啊 就是 不能用 然後 目前上籃他就兩個 一個就是PK戰 就是玩家的PK戰 然後一個就是 加成的 加成團的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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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可以設定加成 然後去打比賽這樣子 對 這也是一個活動啦 那這兩個目前好像都還沒開齁 那就看他們怎麼弄啦齁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開啟小鈴鐺 我是老婆 下期再見 快爆快爆 快爆快爆 我是覺得這個不錯啦齁 這個 這個 這個很方便 那還有的話 就是 陳夏丁的那個 5G大會齁 他還有一個就是 來給大家看一下齁 5G大會齁 5G大會裡面 他有一個 除了你打他的這個 天跟地的任務之外 還有一個 叫做什麼 那我聽說很少人打啦齁 聽說很少人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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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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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汰賽的話齁 如果你 兩 兩邊都破的話齁 兩邊上下都破關的話 他淘汰賽裡面會出現 出現 地的 內容 所以說細酸騰下來進來了 然後再來這個淘汰賽齁 這個淘汰賽 來 像我剛剛 有一個影片是 我第一次讓人家帶我齁 大家要打這個 乳龍乳鬼齁 發現這個大賽齁 他是可以 如果你有 組隊的話 這邊會出現一個 可以跟 人家組隊的打法 那淘汰賽 因為我沒有在打 因為淘汰賽他是有規則的齁 來看一下 淘汰四連齁 來這裡 喔對了 還有隊型齁 來你看齁 比賽齁 淘汰賽齁 四場 這裡 相同固有技能 只能讓一個參加 只能讓一個參加 好 就是說複製出來的角色啦 然後再來 他有一個叫做 休息 就是說你打過的 就會變成休息 然後現在已經 現在已經 可以組隊了 以前就是說 可能我 我打四仗 那如果說 組七個 那七四二十八 我就要準備二十八個硬件 好 然後 相同固有技能的硬件 只能讓一名參加戰鬥 也就是說 以前的話呢 可能 好 可能 我要湊足這二十八個可以上線的 當然有的關卡 你不見得要拍到七個 那如果說你都要拍到七個 那七四二十八 你一個玩家要出幾 二十八個 二十八個相同技能的 可能上 上線也不容易 那他現在的話 就是可以組隊 組隊的話 就是說可能 有一些硬件你沒有 別人有 那 他淘汰的試煉 他就可以叫出來 那問題是 他這個啊 淘汰的試煉 如果說 你有組隊的話 你打一半出去 你要再回來打 那個進度 同樣的進度 你需要用江銅的 隊伍再進去 有沒有看到 所以 可能會中斷 要重新再來 所以變成說 你如果 考慮要跟 組隊一起打 那建議就是 從頭到頭到尾 其實也打四場而已 OK啦 如果你有準備一下的話 那四場的話 可能 你有些英傑也有 有些英傑也他有 那各出一下 就很快就可以湊 湊齊你要打的 對象 對 英傑數了 或是加成數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武器的隊型 注意這個 兩人以上 他有一個新的武器的隊型 就是可以 這個 傷害增加 恢復增量 武器的隊型 參加戰鬥角色為一名 也就是說 你一定要 組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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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再給你了 給你開那個隊型 所以 有人說變難的 沒錯 他就是要你組隊的 好啦好啦 因為 有些玩家之前有反應 就是說 那單機遊戲 不好玩啦 要跟玩家有互動 對 官方聽到了 強迫你 要有 難度調高 然後你不組團 他就沒有好 你就沒有辦法變得 變得比較強 你組團打就更強了 官方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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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幾百幾百 嘿嘿嘿 好 這就是 看螢幕齁 就是我說的 就是 其實因為你老玩家的話 物資比較充分 你會連接一些以前的東西 那 你現在開出來用 他很方便啦 可是對於有一些 他沒有 留下那些東西的 或者說是新手機能 你物資其實是蠻缺乏的 那你可能就要花一點時間去刷物資 那樣子 對 不然你看我們 軍籤 什麼鬼神的貓格 軍手籤 軍神籤 下死人吧 多一點 二十個 三十八個 十六個 四個 我已經開到一部分了 其實有幾個帳號是都完全沒有開的 之前 我更多嚇死了 你看奮林帶一堆 這是已經有用掉的 我已經洗過一次 現在又又來了 再給我魔化盡島紙 什麼護雨十四啊 什麼的 OK 好那 今天就到這裡 我是老郭 歡迎來到下期下期再見 拜拜 好 上籃那邊的話 上籃那邊的話 可能還有一些問題 那可能 他們還在修啦 嘿 就是PK戰啊 或者是新的 新的那個什麼 加成的 對戰 這個還沒上了 那 我剛剛有試了一下 看我的那個 這個 加成 我看到他拿到武器 會發亮 就是 我剛剛有試了一下 就是 這是 上籃打到的武器 上籃打到的武器 當然耐久度 可能我們自己用不好了 但是 他的外觀性是很好的 呵呵呵 也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 你上籃打到的武器 的外觀 如果是 很漂亮的 其實你可以 把它弄一弄 把它強化 或者 然後 丟給你的加成 就會很 美美的 就很美美的 好 你看 哪一把美美的武器 好 那 你看 加成 其他 確認裝備 右手裝備 你看 刀 做做做會 OK 變更裝飾 沒有裝飾 變更姿態 沒有姿態 好 這個地方 就是 他其他這邊 那 這裡你看這個 這個 詳細 好 這邊 就是說其他裡面 是可以看到你 穿的武器 身上的武器 像之前 我們講說 看不到武器內容 什麼的 你可能裝了什麼數字 你看不到 那當然 他不能拿出來 也許有一天可以再拿出來 可是問題 目前可以給 拿不出來 但是 如果你要再給他更好的 那你是要看數據嗎 就從其他 確認裝備這邊 是可以看的 剛好發現到了 那如果說 再給他穿個什麼衣服 什麼的 你看我再叫一隻出來 加成 再叫一隻出來 例如說 我們叫一隻 速鎮出來 好了 那當時的速鎮 我們給他穿的 其他 確認裝備 比如 頭裝備 就這個 勇氣 右手裝備 就這 勇氣之功 好 紅裝備 這樣子 好了 這樣子 很基本啦 很基本 OK 好 那大概就這樣 那記得帶他回來 就是 打槍子 養寵物 然後整理一下 你的黑室 然後打打你的 這個 所謂的 城下丁的任務 天下武器 天下武器的任務 然後這邊還有 這個 TD TD級 可以跟 有些人會開 那新手回來的話 就跟一下 人家在爬樓的 寄生一下 那當然 你如果有興趣 要打的話 打一些陣啊 或者是打一些任務 道場整理這邊 這邊有任務 道場2 道場2這邊 道場1 當然你剛回來 可以要先刷啦 先刷一下舊的 那建議新的話 就是道場2 道場2的 道場2齁 好這邊 我目前 荒神啦 我 集目前不打啦 因為我集比較 我的 音節比較弱 這邊打過了啦 好這邊普通的 我都打過了 都打過了齁 我們是 單開齁 單開玩家齁 然後就 打打打打打打 就剩荒神顯現啦 好 荒神顯現 荒神顯現的話 我可能要 準備一下 專打荒神的角色 然後再來就是 陳夏丁 陳夏丁這邊 陳夏丁這邊 馬踏那邊 然後有人說 那個流派在哪裡設定 這邊 好在這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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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陳夏丁這邊的話呢 也是好 可以任務可以接好 有一些新的任務 那 真光秀啊什麼的 我目前的話 這邊的話 就剩下 真光秀沒過啦 好其他打過了啦 好 這邊只剩一個真光秀 好 那如果你 還沒有這兩個任務 表示你是舊的 舊的任務 那你就是 來跟他對話的時候 就跳過跳過跳過 他就會一直開啊 好 然後再到天守閣去 跟 那個 跟信長或 架康或封城講話 他會指示你啦 反正就跳到最新的啦 然後這邊就是 打一打馬 然後 打 這個 本能士啊 本能士 還有真光秀 還有黑馬 還有黑馬 這幾個 那你說全打也是可以啦 你可以去懸刷啊 沒有問題 這些都有陣 有陣就有石頭啊 有陣就有石頭 就有鬼神石啊 或者是蜜石啊 這邊 就可以來這邊打 以前都在這邊洗 這邊洗這個 軍神的 洗軍神的 然後這邊是 鬼神石的 鬼神石的 阿九九力的 都會在這邊做 在這邊做 所以 還是蠻多地方可以去 捉摸捉摸啦 捉摸捉摸 對 這樣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慢慢來啦 休閒打啦 一步一步來 我現在 給自己定下的目標就是 先把 所有的目前手上的 屯的一些 鬼神石啊 該丟給英傑丟一丟啊 該強化強化齁 把他先 先塞七框的丟到 英傑身上齁 尤其是看你身上 你要做鬼神石之前 你先了解一下你大概 需要哪一類的鬼神石啊齁 就是說 你看齁 這個如果都沒有突破的話 基本上你塞鬼神石 基本上你塞鬼神石 攻擊用 就塞普通的 然後你如果發現 你有一隻突然 像這個 山蠔 他有突破1 然後他 專長是魅力 那我還建議你就是做一顆 魅力的鬼神石 然後給他塞下去 塞到他身上去 那因為他只吃到一框啦齁 可是我建議你塞進去的時候 還是盡可能的給七框啦齁 給七框 因為到時候抽出來的話 他才會維持 原本塞進去的價值啦齁 或者是你要將就先給他 因為鬼神石有兩種 一種是 自己去合出來的 那當然這個就比較炸嘛 他的框會比較炸 還有一種是打活動 任務拿到的淘金 這個東西如果你要先塞到 某個角色身上的話 你要記得 先把他塞滿七個框可以丟進去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在吸出來的時候 他的價值才是維持在 架十架五這樣子 七框以上再吸出來就是架五了啦齁 好 像這個 欸像我這一隻 你們看見 他幾乎都沒有突破喔 那這隻手拿抽的有點少齁 幾乎都沒有突破齁 那你看到這邊才開始有突破 那顯如呢 顯如他是契合的 那你要給鬼神使有兩個方向啦 一個就是配合他這個 鬥練專長嘛 修煉的管專長 一個就是 不管啦齁 就是 我要取他的某個素質高 我就給他某個素質高 比如說如果我的顯如我希望他是 他是 他是 智力高 或者是魅力高 或者什麼 蛙哥高 你讓他高 你就塞那一個 也是可以啊 反正其實 其實你先塞進去的話 你只要有七框可以 再吸出來 又是架五齁 因為我之前有說嘛 如果你要當塞進去的那一顆 那顆母啊 你每一個做基底的母 一定要架五齁 一定要架五 架五吸架五 才會確認八框啦齁 然後最好就是兩者 架五架五 八框八 要吸八框的話就是 總total加起來的屬性種類 就剛好八個框了 這樣是最好的啦 他比較不會跳出其他奇奇怪怪 不過我覺得不一定啦齁 因為他還有兩者合成之後 的上一集的齁 所以 當然如果說你把他濃縮到 四個桃精對四個桃精 那應該他就不會再延伸出其他 雜礦了啦齁 頂多就是掉了齁 會掉礦齁 比如說 合起來應該八 可是他只開七個出來齁 也是有可能齁 那那天的觀眾說不會啦齁 我說 這個 很難講齁 因為 規則是官方在訂的齁 不是你在訂的齁 他愛怎麼玩 就怎麼玩齁 那沒關係啦 反正就這樣子齁 像 我這個開得比較少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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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力齁 所以我們就應該給他塞智力 而且他已經突破3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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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的智力就可以給他了 再來前景常鎮的是耐久力 奇怪他是耐久力 他明明是玩力高的 再來就是這個智力 智力兩個智力 要塞兩個智力 馬場也有突破生命力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 像這個 排序這裡 我印象中是有 突破界線突破樹 來這裡 你至少智力要有一個 比如說 自媚的或自學的 自耐的 或自學的 給他虧神力 這個只是臨時塞的 這個還不算 這個只是臨時塞的 這其實也可以吸出來 浪費石頭 吸出來 好 你看這個 突破了 那他 他是水屬 可是你要記得 你要訓練的角色 突破越高 訓練出來的數值越好 那這個 育神技能的 參考 他只是給你一個方向說 他會出現 他會出現怎麼樣的情況 可是問題是你在加算的時候 還是以你的數值為主 跟突破數為主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 你真的 你的 剛回來 剛回來你的角色沒有那麼多 但是你已經有突破的 那你要先 先去取得他的某個條件 那當然 你有鬼神石先塞也沒關係啦 因為已經突破了嘛 那你就先塞了 先塞了這樣子 好 你看像這個是生命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他的腕力也很高啊 他的魅力也很高啊 然後 真理他又吃腕力的 他又吃腕力了 所以我如果給他一個 比如說600 600的腕力 700的腕力 他就可以達到3000耶 3000腕力 那如果說我用真理 去做 腕力的訓練 的時候 把他拿來 哇 高腕力的 把他列入老師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啊 因為他突破4了啊 然後他的腕力 如果讓你塞的鬼神石 又讓他達到3000以上 那當然他就是一個很好的 腕力的老師啊 只是他沒有加成 那這個加成是 生命修練之項 也就是說 你在 修練過程中 他會經常跑出生命的選項 呵呵呵呵 是這樣子 OK 好 那捷爾 今天更新就到這裡了 就是 快爆一下 讓大家知道說 要注意些什麼 然後聽 很多玩家在那邊哀哀叫 感覺好像難度也調高 或者是 就是 你的 音節的 能力 沒有 沒有像以前那麼好用啊 齁 那 沒辦法 就是這樣齁 不然你就是盡可能的 盡可能的去 強化你自己 慢慢來 一步一步來 好那今天就到這裡 歡迎訂閱和分享 開啟啟啟啟啟 我是老婆 歡迎來到信長之夜 往下期再見 啊對了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齁 信長倒了齁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 我現在已經不打仗了齁 來給大家看一下 武田萬歲齁 你看 金川、枝田、齊藤都倒了齁 知田家沒有齁 武田家清掉了知田家 清掉了齊藤家 好那現在的 大國啊 應該剩下 看一下齁 叫田家情勢 這裡啊齁 這裡 現在目前的情勢好像是 武田跟真田 還有上山 比較強 好 武田應該是蠻強的 武田可能又想要拿 天下第一吧齁 好 武田 他用北條去卡敵隊啦齁 武田用北條去卡敵隊 那上山的話跟真田 北條齁 上山用真田跟北條卡敵隊啦 好 所以上山他是不想要跟 武田 對上齁 對上齁 那 德川的話是跟 上山一組 所以到最後應該也是 我看應該也是德川、上山 北條 對上 武田跟前景跟真田吧 這樣子 我覺得有可能是這樣子 這兩大陣營 對 好 那沒關係啦 基本上 玩家比較少啦 雖然信長這樣 又可能要變成 武田之野旺 武田之野旺 又要來了 其實我覺得官方可以考慮 去天下第一的國家齁 掛該國會的發鈴鐺啦 不要只發大鈴鐺 發鈴鐺 可能會更吸引人 比如說每個人 五個鈴鐺 十個鈴鐺 這樣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我是老婆 歡迎來到現場遊玩 下期再見 掰掰